在去年推出專輯唱片之前 我也大概有八年的時間沒有出唱片 然後我從去年開始做一些學會 就發現我很多的新的面孔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我也不知道你們是從什麼時候聽過的 小學吧 應該是小時候 可能國小那時候 因為我姊姊她聽完法 然後就是跟著她聽這樣 大學 11年前 我們想出專輯就在聽了吧 我們早上就要來她 她是她的歌名 我的名字 我還蠻早的啦 就是應該是第一張吧 還是錄音帶的時候 從卡帶來隨便拍 我那個年代一直聽萬芳 也算是跟她一部成長上來 然後帶了我女兒來 所以你看可見萬芳那個年代 跟她們都還知道萬芳嗎 知道啊 從我小時候 我就非常喜歡萬芳的歌 從我小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CD隨身 CD音場才剛出來 我們學生時代就聽萬芳 對對對 從我有記憶以來 她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生 一如往期的 就像是一朵百合花一樣 我媽媽是 我長一次 七個月的時候 就來聽萬芳 每次都會來 我很喜歡萬芳 不管你有什麼方式 來跟我連結 那我想這都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可能因為你們吧 讓我變得很年輕 新朋友老朋友都非常謝謝大家 因為一些事情沒有分享的對象的時候 很多事情就不成立 或者是它會變得太孤單 那我覺得非常謝謝你們 讓我有分享的對象 萬芳真的是唱歌超好聽 都會唱到大家的心裡面 她知識超多方面在發展 那我覺得她表現都還不錯 我覺得她唱現場的情緒帶動得很好 就很真實 有些歌曲不見得是當初的專題裡面的主打歌 但是我覺得都還不錯 有些歌手不見得會一直在台前演出 站在歌迷或是聽眾的立場 我們現在其實還滿珍惜可以現場聽她唱歌的機會 你要一直唱下去嗎 我每一首都要聽到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趕快出新專輯 好期待喔 這一次有這個機會 當然一定要共襄盛群 我心目中只有一些女生 新玻璃亞鐵路在哪裡 喜馬拉雅山有什麼傳說 地久的盡頭的南北極 這些地方你都想去 我不能改變你 雷雲的小姐飛的 海派自己 坐在遊樂長州的咖啡杯裡 我們緊緊擁抱轉來轉愛去在風裡 你迷人的還自己 坐在遊樂長州的咖啡杯裡 我們緊緊擁抱轉來轉愛去在風裡 如此愛著地 很像疲憊的觀眾到每個夢想 在風裡 嗨我是萬芳的鍵盤手阿姬 哈囉我是萬芳姐的舞手孫正 嗨我是萬芳的煞風手劉香勇 我是萬芳姐的吉他手阿語 我是萬芳的貝手 從好多好多年前我開始接觸世界音樂 那世界音樂打開了我對音樂很多的可能性 所以因為這場演出西藏女神是年輕的來幕 我們有很多歌都是以前沒有在舞台上唱的 所以就全部都重編 我就會去思考每個樂手他的專長 跟他的特質是什麼 所以每一首歌因為不同的樂手通通都會改編 我覺得不需要照CD裡頭的copy CD就是參考練團的時候 他又會有很多想法會丟出來 唯一的編曲裡面就是要跟原曲完全不一樣 所以試了非常多種非常獨特的方法 每一首歌都有一個概念在 我們有一個基底 就是這首歌原本的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重新的包裝一邊 他現在很多情緒很多張力的一些東西 就是讓他變得更富有感情更有生命這樣子 可能以前的歌曲可能就是比較偏向流行歌 那現在的話其實融合了很多爵士阿 或者是不同各種風格的音樂進去 現場加很多極限的想法 讓現場看起來會有不一樣的穿著 跟聽專輯的感覺會差很多 他可能過去編曲有一個框架在 但是現在他想要的東西是 就是他自己的東西這樣子 他要的感覺就是一個意境的東西 我覺得 我們用樂器來表達這個歌詞的意境 所以我就會跟貝斯手說 如果你把貝斯不當貝斯用可以嗎 我只是在找到各種可能性 誰說貝斯只能彈根音呢 他的概念就是變成說 我除了要把我的貝斯拿來或是根基 顧好之外 他要有一種興趣上的反應這樣子 其實我們就是把樂器 回到音樂最本身的樣子而已 我們擺脫一些流行音樂的觀念 然後讓這些配器發揮到 一個最大最文藝的一個效果這樣子 而且也很少有一個演出說 只有Vocal跟鼓 那我覺得為什麼不行 誰叫我為他 赤裸暗暗暗 就不擔心這個場外 誰叫我彷彿 因為兩個人也成了一體的韻白 我是薩斯風手 在外方姐他一些曲子的中間部分 那我可能需要幫他補一些情境的東西 所以我要體會他在唱什麼 然後跟著他的感覺走 才會把歌曲做得好 然後很多時候都是從歌詞去想 樂器怎麼去跟歌詞做連結 有的時候會跟樂手說 歌詞在講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太重要了 這幾次合作下來 我覺得還有很多東西 我可能沒有去想到過 像譬如說去注意到他唱的歌詞 或者是在歌曲上面的起伏跟情緒 那我希望所有的樂器他都是一個 獨立的表演者 然後但是我們加在一起都是一個team 每一個樂器都是最主要 攀萬方姐的演唱會 就是可以學到一些 處理不同音樂領域的 不同音樂曲風的東西 就是算是一個挑戰吧 有呼吸的愛情好久沒有 放鬆的自己好久沒有 擁有自己好久沒有 親吻的自己好久沒有 過心的愛情 這二十年來 越到後面 越知道為什麼當初 我們有時候面對生命 會很想要急著提前知道答案 可是其實有時候是 經歷過時間之後你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的生活當中 我爸說我是不斷在唱歌的一個女生 在我的唱歌的過程當中 我都是我跟我的同學 就像我跟你那麼近 甚至更近 我是在唱歌給他們聽的 那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多人唱歌啊 那可是每一個人都用不同的型態 我自己的方式是 我會比較靠近群眾 我喜歡看到台下的人 所以我想就也會比較知道說 那為什麼我會傾向於這樣的分享 為你過去 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為何你還來 我那麼心跳 愛你怎麼能了 個人食證 都一直都有演出 等於只是說不同大大小小的演出 但我覺得比較多的演出 反而是小型的演出 這些小演出等於是 對我一個非常非常好的累積 跟很珍貴的一個過程 這幾年我其實到了許多的地方 然後都是我以前在大舞台沒有經驗過的 所以這些累積變成了現在的我 所以也許在舞台上的我 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外方 就是唱心不了情啊歌愛啊 拆心那種很安靜的一個女生的話 可能最近的演出看到的外方 會有一些不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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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